OK,在本届的北京车眼上,长安起源107是正式开启了盲定 这款车呢,其实就是长安CD701概念车的量产版车型 基于SDA架构打造而来,定位中大型纯电SUV 并且提供了两驱和四驱可选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这台车呢,可以自由的切换SUV和皮卡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从设计上看啊,前脸呢,使用了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风格 并且啊,所有的视觉重心呢,几乎都会落在这个辖畅的灯带上面 OK,来到了车身侧面啊,车长5045毫米,轴距呢是3120毫米 很标准的一个中大型SUV的一个尺寸啊 它呢,是采用了一个悬浮式的一个车顶设计 车顶从前之后呢,是有一个向下探的这么一个造型 CUPAY的车尾造型呢,也是比较符合现代的一个主流的设计风格的 OK,来到车尾啊 它的这个环状的尾灯呢,是和车头那个有灯雨功能的灯带呢,是相呼应的 并且啊,这台车看上去呢,确实有那么一点国产Cybertruck的那么意思啊 还有呢,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比较好玩的点了 如果你将这个前排座椅放倒的话 它呢,是可以和这个后排连转一个类似于双人床那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你将后排座椅放倒,并且啊,然后打开这个车的一个上挡板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小露台,这个话你如果在郊游或者露营的时候呢 厂台上面还是非常非常惬意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可变性呢,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呢,也是年轻人一种新的对于生活打开方式的一种 算是一种致敬吧 OK,现在来到了长安起源107的车内啊 其实它的内饰和外观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变 怎么变呢,首先就是这块悬浮式的液晶屏了 它是真的悬浮式液晶屏啊 它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去调整角度 可以对着驾驶员一侧,也可以对着这个副驾一侧 而且啊,是多档可调的 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车型呢 都会把这个副驾驶的娱乐屏放在手套箱的上面 但是长安起源107呢,是放在这个类似于遮阳板的一个下面 这样的话,副驾看的时候呢,角度会更加舒服一些 更好,也不用低着头,有效的保护了颈椎,对不对 除此之外啊,它的内饰整体的风格呢,是非常非常简约的 所有多余的东西呢都没有 然后呢,中间还配备了一个无线充电的功能 因为毕竟现在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呢是越来越多 基本上都有了,所以说这个功能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OK,动力方面啊,长安起源107呢 是提供了单电机两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 其中啊,单电机两驱版本的最大功率呢是252千瓦 而双电机四驱版本呢,前后电机的功率分别是188千瓦和252千瓦 这么一台多变的车,凭借着外观和内饰非常新颖的一些细节的设计呢 不得不说啊,确实是更能满足大家对于差异化的需求 怎么样,对于它,你动心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